咱今天聊一个品牌的故事 这公司让丰田脑瓜疼 在中东地区是丰田的强劲对手 来自中国的中兴汽车 他跟共和国是同岁的 咱今天聊他70载风云往事 聊之前咱得先说一下 他跟丰田在中东怎么竞争的 中东他傻样呢 我估计你没去过 反正我也没去过 就一望无银大沙漠呗 这块比较适合跑皮卡 反正你看新联播也好 或者什么影视作品 经常会看到 皮卡是随处可见的 那么这些皮卡你要仔细看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是中型皮卡 中型皮卡啥时候开始火的呢 为啥说这么多 不管是政府 你是反政府都喜欢的 过去可不是他 再早在这块卖的最好的是海拉克斯 海拉克斯在中东 在非洲都挺零的 因为之前出过名 咱两年多前讲过一个事啊 就是当时在86年 乍得不是跟利比亚要开干吗 利比亚那时候欺负人 在这个边境啊 集结八千多士兵 三百多坦克 给你马好马一溜 火箭弹 然后米24支撑机 这不是米格 就米24 这米24啊 就是红色警戒 共和国指挥里边 那个磁路支撑机 整一堆啊 利比亚一看就秃秃了 这局面他不可能取胜啊 那咋办呢 找这个亲友团吧 当时谁能帮他呢 法国啊 但是当时应该有一些武器 禁运的一些要求 所以法国不能直接卖武器 法国说 那我就给你点车吧 给你点皮卡啊 你拿先用一用吧 卡卡回了盖桌 最后结果是 乍德居然胜利了 这点小皮卡 把三百多辆坦克 什么八千多士兵 全打爬 切不来了 这一夜之间 不是乍德出名了 是丰田出名了 海拉克斯一夜出名 所以从86年 往后那段岁月里边 海拉克斯一直卖的非常好 但是呢 现如今呢 他就不行了 现如今的利比亚 叙利亚 中型皮卡 占据半壁江山 因为几条 第一呢 他便宜啊 你海拉克斯那个钱 能买两台中型皮卡 虽然说这个钱不撒谎 但是皮卡 中型这款便宜 把它品着还可以 对吧 但我们卖给这个利比亚 什么叙利亚 这个皮卡呀 不是给他改好的 我卖的不是武器 我们就是民用车 他们自己改的 嘎嘎一顿改 加装什么高射机枪 12.7口径啊 14.5口径啊 包含这个火箭炮 包含那个武装支撑机 上面那个火箭弹发射装置 那老粗了 那个感觉跟小树那么粗 他能难上 啊 在利比亚战场 中型家最出名的一个系列 叫威虎系列 威虎系列 那个越能力是非常强的 还有一个是 他比海拉克斯的 载重能力要强 然后呢 也皮是耐用 因为我说实话 这皮卡好造 没有啥电子设备 你就大量整粗点的 减热器整粗点的 对吧 完了 别整挑机油 别整挑汽油 就完了呗 对吧 那个威虎皮卡操控性也可以 机动性也可以 所以呢 政府啊 反政府啊都喜欢 都喜欢 这是一 那还有一个事呢 是 他的售后啊 是做的不错的 因为这个 在战争地区啊 这个皮卡往往并不是开坏的 新的 刚出这一圈 炸坏了 那炸坏了 你说你这皮卡就算便宜吧 你不能撇了不要啊 你得修啊 他们不会修海拉克斯 但是呢 咱中兴卖车这帮人教你 我教你把他修好 啊 所以你看 一呢 这个价格便宜 第二的话性能也不错 第三 售后也好 所以呢 在这个地区啊 占据了半壁江山 那 在这个地方行啊 在国内他啥样呢 国内根本他就排不上 我跟你梳理一下 2019年 国内十大皮卡企业啊 他们的市场份额 你就知道了 中兴其实排名非常靠下 排第一的是长城 长城自己啊 市场份额33% 卖100台车 他能占33台长城皮卡 对吧 跟说啊 第十名 叫大城汽车 大城汽车旗下一个主力的一个品牌 是那个麒麟嘛 麒麟的话 这个咱天后是有开的 我卖过机油啊 大城汽车在全国市场战略率都不到4% 他排第十 第九名是并列第九名 长安跟这个北溪福田啊 他俩这个市场份额是4.5% 这是第九 第八名是中兴 咱今天说这个 中兴的市场率只有5.1% 长城都30%多了 我跟你说过去可不这样 过去是倒过来 长城曾经模仿过中兴 八几年时候 长城造车的时候也迷惑 那中兴 我告诉你 你想想 人家那个官方网站写的 1949到2019 70年 对不对 他有很多历史 他家故事太花花了 这把这期节目 怎有意思 我跟你说 这是第八中兴 对吧 第七是上汽大通 我印象中 我开始说这个节目 上汽大通都没名 就在三四年吧 开始火的 MPV卖的也不错 然后皮卡卖的也不错 皮卡T60 国内外卖都可以 所以大通的市场份额 是5.7% 大通的上面是江西50 我比较建议 如果你买个柴油皮卡 首选DMAX 对吧 但为啥他卖的少呢 他贵啊 别人家买个皮卡 卖个皮卡七百万 他得卖十好几万 他玩高端的 所以这个量就上不来 江西50的市场份额 是5.9% 在他之上是黄海 黄海玩的比较埋态 技术不咋地 然后职业仿应外壳子 比方说F150 我问问有多少人买 黄海加N3 是冲着这壳子去的 那颜色都蓝散一模一样 离二里地看 那就是F150 是不是 黄海的市场份额 是6.1% 对吧 黄海的上面是江陵 江陵旗下一台车 是非常经典的 我呢准备聊个专题 叫江陵宝典 这车咱们听老多开的了 他可能赶不上 萨尔纳解答的销量 但是在皮卡圈里边 是非常经典 这个呢不是出去 嘚瑟出去越野的 是干活的 是挣钱的 江陵宝典 江陵汽车的实战率 是8.7% 他排第四 第三名 估计你挺意外 是江淮 江淮家造厂用车 啥也不是 我跟你说 意外涂地 但是呢 他家造这个 小卡车 小皮卡 还是可以的 市场份额 9% 第二名是郑州日产 是这个东方 跟那个日产合资的嘛 郑州日产的市场份额 是11.9% 他排第二 老大那就长城 这不用说了 长城国内外都有厂的 全球有销售网络 对吧 而且放出豪言 老魏不说他要挑战福特吗 他挑战丰田吗 他认为他的产品 可以跟F150 是坦途去PK一下的 长城的市场份额 2009年是33.1% 排第一 其实呢 在中国皮卡发展史当中 有几次 划时代的创新 跟长城都没关系 我告诉你 都是中兴引领的 咱今天说这个 第一辆三轮载重汽车 到第一辆四轮轻型汽车 每一回的产品升级 技术公关 都能看到中兴的身影 当时在1986年吧 中兴研制了一个 中国第一辆 自主知识产权的柴油皮卡 而且这是第一辆四驱皮卡 所以1986年被称为 中国皮卡元年 那是因为中兴 知道吧 那他家啥时候开始出口海外的呢 91年就开始了 他是全中国第一个出口海外的整车企业 对吧 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出口海外第一品牌了 他的量确实跟着摆着呢 人不是催牛逼 你可以上官网看一看 打开官网 一个大字70 1949到2019 那演讲话了 不忘初心传承使命 70载传承越野 这个成就越野专家 28载出口诸旧品质 你看说的玩意是挺好听 他有啥核心竞争力呢 有几个啊 他官网也写 你感兴趣 你可以看一下啊 他说 他是中国皮卡SUV的发明缔造者 这话挺熟悉啊 就奔驰不成天出去喊 我是汽车发明者 人家中兴说 我是中国皮卡跟SUV的发明缔造者 这有派吧 谁敢这么说 刚才说十个企业 哪个敢这么说 我告诉你没有 常常都不敢这么说 中兴敢 敢挂官网里边说 对不对 然后呢 70年自主研发跟技术能力 国家级高新企业 下一个啥呢 中国汽车第一家批量出口 引领中国汽车走向海外 人是大哥 对不对 然后呢 中国汽车第一家技术出口 我不光卖整车 我也卖技术 对吧 咱中国车厂 哪个能把技术卖国外去吧 都是买别人家技术 是不是 还有啥呢 国家发明专利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那最后一个是 自主设计开发的发动机底盘等核心部件 柴油发动机及非承载底盘 同步国际 国内领先 这六个是他核心竞争力 那中兴的故事啊 得从河北讲起 从保定讲起 嗯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企业 他叫城城 哎 这俩预言就给一个地方 我告诉你 中兴汽车的前身呢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冀中军区汽车大队 当时在1948年11月22号 保定不是解放了吗 解放完之后啊 到1949年 这个汽车大队啊 就搬家了 搬到了这个河北 这个 呃 有一个 那个地方什么 到嘴边想不起来了啊 这个地方啊 有个厂呢 就是日本侵华的时候 五十零 这块有个组装厂 然后呢 人家这个 冀中军区大队 也就把他给收回来了 改个名 叫保定汽车修理厂 主要干一个事 河北省内 所有的五十零 他给做售后 啊 因为他虽然说 他的历史 从1949开始 但是那个刚开始 开业 他们家呢 造不了车 只能修一些车 啊 做一些配件啥的 然后呢 十年之后 到了1958年 就来派了 1958年大跃进呢 我妈是1959年生人 当时有口号吗 叫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对吧 当时 农业是完了 没人看农业了 全国各地都推 推广这个工业 对不对 保定这个汽车修理厂一看 都催牛逼 那我也催牛逼 我就不叫修理厂了 我改造一下 我改成制造厂 起那个大名都吓人了 他叫万能汽车制造厂 啥叫万能汽车呢 只要是个车 我都能造 反正不管真假的 我敢喊 那个年代都那样 大约近是1958 1959加1960嘛 是不是 完了 招聘那个员工 刚开始是100多人 后来鼓动一下 整了500多人 他家第一款产品 是一个三轮的载重汽车 这个其实不是他自如研发的 这是模仿日本的一个车型 但是发动机跟边缘箱是自如研发的 当时还没有什么生产线的 那都一概没有 全是锤子 光光凿的 手工制作 造完这个三驢子 又造四轮 又造四轮 大跃进那个事 其实就是汽车农业 发展工业 那最后结果是啥呢 全国你看 粮食短缺 闹饥荒 完一下就三年困难时期了 那筹备处 这个万能汽车制造厂 一看 造不了啥车 这吃不上饭了 养不起这工人了 都回家 然后在1966年 不是那个大革命吗 对吧 宝定汽车修理厂 在这个河北省 跟宝定地区 当时有革委会吗 哎 组织一下 咱们那啥吧 咱们仿制一下 北京吉普啊 北京当时那个 就是B高130 他不是吉普 他是个载货小汽车 我告诉你 这个车 这个车全中国 好多省都造过 特别多 那这车咋来的 我简单说几句啊 你听过彭真这人吧 彭真当时是 北京是市长 1966年的时候 他说咱们这北京 好歹是个首都啊 你看看人家扭腰 你看看人家 这个那个大阪呢 不是大阪去了 那个东京啊 什么伦敦呢 人家也没有马车呀 咱这个好 这一走一过都冒烟 都起灰 连个利瑶桥也没有 对吧 赶紧修路 然后车整利索了 马车就别进城了 拉了驴分蛋的 整一堆都是 是不是啊 这么的 这个背景之下 BO130开始引发 而且这个车呢 彭真说完之后 四年就出来了 跑到澳门参加车展去了 你都想不到 我告诉你 1973年开始制造 从1973年开始 一直到1990年 累计产量50万台 虽然这么多 但是你当时你买不了 领导得亲自签字 拿钱去不好使 对吧 然后中间出现一个事啊 他批量生产完之后 那一年是1975年的时候啊 开个会 全国清行汽车交流会 哎呀 全各地 只要他这个省有切场 他都来学习了 当时说了啊 这个B勾130是咱们的成功案例 推广学习啊 我告诉你 只要有机械部的介绍信 只要你家有造车资质 你就免费给你发一个全套图纸 完了你拿图纸 回家就可以造了 当时送多些 广图纸送出100多套 一套图纸对应一个厂的 你算得多少家造这个车 几乎每个省都造 我简单说几个啊 比如河北的形态 形态的就造过 形态这个车厂 是1961年建厂的 在形态的沙河村 主要造公交车跟卡车的 完了呢 镇江 镇江也造这个车 而且镇江挺烈 它是中国第一家 能造冷藏车的企业 咱现在讲冷链运输 那六七十年代 人家镇江就可以造了 知道吧 然后看哪呢 福建的福州 福州这厂子是有意思的 1956年走建的 58年你猜的干啥 他居然生产到齐汽车 到齐卡车 但是我没查 我不知道他是合资 是技术买的呀 偷摸学的呀 咱不知道了 他1978年开始造这个 必购130 长城就更不用说了 长城更不用说了 他还不造 这才不会造别的 是不是 然后当时呢 给保定成立一个办公室 约谈 就约很多这个零配供应商 你们呢 统一把件给我造好 统一拉到我厂里边来 我保定的组装 我相当于主机厂 是这样的 那么在1970年 第一批啊 必购130小货车 载保定造完了 一共42台 得处理险去啊 都开大了路去了 全是巡游啊 四年之后 企业改名了 叫保定地区汽车制造厂 但是当年呢 不论是人力啊 财力物力都不足 所以整个70年代吧 这个厂呢 不是很出名 但是呢 他居然研究过 想造电动车 有一个学者 叫牛满经 保定机的 他从美国引进的 当时呢 说那个保定厂 咱们研究一下吧 研究啥 电机都不会造啊 找谁啊 找北京这个曙光电机厂 给他造 电池谁提供的呢 风帆 你听过这个吧 大众车都已经减配 用到风帆电池了 或者骆驼的 大众车早年间 都是玩塔博士的 现在都没有了 你可以看看 你的电池是啥的 但是风帆是大品牌 但是这个电动车 研究两年之后 发现成本太贵了 别说当时啊 现在的充电桩 都不太完善 当时你真造充电的 你去哪开去啊 后来就放弃了 不管怎么说 人家是有这个经历的 对不对 这话说到了八年代了 改革开放了 改革春风吹满地 中国人民要争气了 这个时候啊 全中国的七十工业 进入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阶段 啊 那么在1983年 这厂的改名了 之前不是叫保定地区 汽车制造厂吗 把地区俩字去掉 就是保定汽车制造厂 因为呢 他归到了这个经济记啊 汽车工业联系公司 那按规划呀 产品调整啊 重新增稳力的啊 这咱不说了 到1985年 他家捡个大便宜 啥便宜呢 这个保定汽车制造厂 被纳到了中汽公司 就是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 归他管理 他个好妈呀 中汽看小小弟 你跟大哥混 这么得吧 我带你找个朋友 找谁 找北汽 说北汽啊 你帮一下 这就是小小弟 这个你俩合伙啊 研究一下车啥的 啊行 北汽挺给力啊 北汽跟保定这个厂子 研发的一台越车 一台皮卡 越车我就不说了啊 那台皮卡是中国第一款 具有自主制产权的皮卡 然后呢 国家什么制研总局啊 当时不要这名啊 秋简 哎 一看 一灯品 迅速这个保定切厂就出名了 但是当时的销 当时的产量一年能造1000台车 市场需求得五六千 七八千 那咋办呢 得买设备啊 当时不贪好吗 我归中汽嘛 中汽说问拿钱啊 1986年左右啊 拿多少钱呢 3600万人民币啊 各位啊 广设备买了136台 你这钱高现在 你就买一个设备 这钱都不够 啊 他当时买的设备 包含什么 总装啊 冲亚啊 是涂装啊 你是焊接 包含检验呢 都有 都有 买完这些东西 花3600万 过去产能一年造1000 现在一年造 一万1000台 这行吧 但是呢 好景不长 80年代央企 不是改革吗 这个中企 它是央企 大哥说 小小弟啊 不好意思啊 我得改革了 我不能再帮你了 所以呢 你就跟我脱离了 我给你下放到 河北省就完了 就这么的 他就一下子 从从黄 黄子应该啊 一下就到省里边去了 但是国家当时鼓励一些政策 就是说外引内联嘛 然后保定开始一顿操作啊 兼并当地的材料总厂 跟那个香港的保密公司出资 成立合资公司 总投资是多少钱呢 2996万 那他为啥不凑个整呢 凑整可不行 3000万几以上 需要国务院审批 3000万以下省里可以审批 他就还怕上国务院批不了 你知道吧 然后呢 91年的时候又投资2.4亿 筹建那个新的工厂 一年能造5万台车 但当时啊 他家有个心眼 他也找了一些人给设计啊 他就发现这个设计费太贵了 他想我来个现成的吧 打听啊 说那个哎 有一个机械部第九设计院 当时给沈阳金杯设计过的工厂图纸 找他研研究吧 他都没敢跟金杯去聊 金杯不能累一退 他跑这个第九设计院去了 还说那个 我这边也是属于咱们那个国企啊 盖工厂 但是没那些钱 你把那个沈阳图纸给我呗 给你吧 结果呢 就是这个保定的老工厂 跟沈阳金杯老工厂 他俩从上天空往下看 他的结构 包含里边的布局啊 一模一样的 因为图纸是一个啊 好了 工厂盖完了是吧 下部得整生产线了 对吧 生产线他们也想个妙招 专门去买 别人家不要的 二手三手的 谁呢 通用 通用在那个年代 倒闭了好几家工厂 有七八根线要往出卖 你知道不 保定一看 我抄底 便喽嗦 整的得了 不光是保定 我跟你说 一气也是 一气大众那生产线 就是大众 跟美国 黄谈的不干 那个生产线 跟美国采取一碎买回来的 知道不 所以你看 保定这厂呢 挺厉害 建工厂图纸没花钱 就点钻 钻他瓦块啥的 完了呢 涉案线买了二手三手的 也没啥花钱 对不对 那产品方面的咋办呢 那产品方面的咋办呢